那接下來我們就請那個 西法產業界的一個簡歷師 西法換店代表 主席 部長 各位委員 各位宣禁 大家好 我代表西法換店 對不起 代表西法換店來說明一下 他們就這個案子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是從法律面來考量 剛剛部長講到一個問題說 我們的保留銀儀 公司的保留銀儀有一兆四千多億 那一兆四千多億 他想透過法案的方式把它逼出來 分配掉 但是同樣的在我們 要回歸到我們這個歷史的背景 87年在這個法案修正的時候 修正了66支是6 也修正了66支是9 66支6跟66支9是配套的法案 66支9它說公司的保留銀儀 加收10%的營所稅之後可以保留 所以這個是給業者的一個胡蘿蔔 業者的胡蘿蔔是 你可以多繳10%的保留的銀儀稅之後 把銀儀保留 請問在當時立法當時有沒有說保留多久 有沒有限定攤提的時間 沒有 那實務的運作在87年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任何法條去限制說 你這些保留的銀儀應該在哪個年度內攤提 所以才會累積了部長講的 一兆4千多億的這樣子的一個未發放保留的銀儀債 在這種未發放保留銀儀的狀況之下 那兩稅合一的精神 剛剛這個兩位會計師也提到這個 他們的精神就是在說 兩稅合一公式是虛擬的課稅主體 所以用百分之百抵稅的方式 在發放之後 由個人所得稅裡面去扣抵 這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制度 現在我們面臨到一個問題 並不是在這個 我們今年五月六月修法 通過之後的這一個66-6條 有什麼違反信賴保護 或者所謂的這個 這個塑及既往的問題 而是在它的最後裡面 它規定沒有針對87年到102年之間的未發放保留銀儀 該如何處置這個問題 是一個不恰當的處理 我們考慮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當初給我一個胡蘿蔔叫我繳10%的銀索稅 然後讓業者可以保留銀儀 在87年到103年中間 你可以沒有限制年數的保留 貪題慢慢貪 愛怎麼貪怎麼貪 經過股東會結業就可以貪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今天要求在104年全部適用新的標準 當然你也可以講說 166-9還是沒有廢掉 還是可以保留10% 但是這面臨一個問題 它之後再使用的時候 它就必須減半 它的保留銀儀的這個所得可適 扣底稅有就剩下一半 那這個問題該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今天我剛剛聽了好多學者的想法 他們都在討論說66-96沒有什麼溯及的問題 沒有現在保護問題 但是他們都搞錯了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87年到102年之間的保留銀儀 這部分該怎麼樣抵扣 有沒有過渡期間的問題 那當然很多學者講說 這個沒有什麼信賴保護 沒有溯及計畫 但是我就要講一句話 大家都知道公教的優惠存款18% 它也沒有信賴保護的問題 它也沒有需要過渡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在我們這個會議裡面 聽了半天 我只能講說 你們都沒有去正視到這個問題 存在的是說 業者的角度裡面 政府你允許我 我不是無常得到這個保留的利益 我是有付出10%的贏所稅的加碼 我付出這個對價了 我不是沒有常得到這個東西 我既然已經付出對價了 法條上沒有限制我該如何攤提 沒有多少年數的攤提的問題 那你今天突然告訴我說 對不起 你必須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 然後我看到有的學者想說 這個叫過渡期間 就公司的角度來講 6月到12月 這中間6個月中間 談不當過渡期間 第一個開股東會是一個問題 剛剛會議師講 保留銀儀發放的限額上額是一個問題 這是不是屬於技術層面的問題 事實上還有更大的問題 公司產業界的問題 公司如何去籌措這麼一大筆 未發放的錢 在年底之前把它發放出去 公司之所以會採取未發放銀儀 正常的公司是因為它有 第一個 將來有可能考慮到要增資 有長眼的計畫要興建 所以他考慮到將來增資困難 不如把這銀儀保留下來 將來在增資作業的時候 他就可以順勢利用這個保留銀儀 直接增資非常便利 所以公司保留銀儀都有它的目的性的 當然也有人說這個是利用這個保留銀儀這個稅盒比較低 17%再加上10%27% 它可以保留銀儀 它不用發放到個人去 可以躲避這個個人中手隊 但是這個公司這個情形 就跟部長講的說 一兆4000億的發放 是一個很大一個落差 落差在哪裡 今天如果說一個家族公司 他不願意因為新修正的這個66-6 而產生稅額的損失的時候 他就繼續保留 我沒差 我就保留到公司就好了 我只要課27啊 我沒差 但是如果說 他是一個正常的上市貴公司 他有銀儀的時候 他一定要發放的時候 公司股東會做出結議 要發放的時候 公司如何去籌措這麼多錢 時間 六個月 公司這些資金 大部分都已經 公司的資金不會閒置放在銀行裡面的活期存款 或是定期存款裡面 很多都會活用 一旦活用之後 他在六個月之內 他要把公司的資產變賣 或者是籌措這些錢 向外舉債去借錢 把這些錢拿來發放給股東 在六個月內 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我們針對要討論的問題 並不是66之6 這個修法的當與不當 而是在126條裡面 關以市啟用的時間點 能不能增加一個緩衝期間 針對一百零二年以前的未發放保留銀儀 有一個適當的年度去發放 承認他們也當然是受87年到一百零二年 現行到目前現行法力保障的這個全額抵扣的一個保障 但是是分年的期間 讓公司有一個足夠的過度時間 把這個未發放的銀儀把它攤提掉 那也讓這個所有的 這個公司的這個股東們 他們有感受到說 政府你當年87年同意我們保留 現在你要叫我們放 叫我們一天放 請問一下他們如果在今年度全部好了 有的公司甚至沒有開股東會 因為明天開了一個股東會也來不及啦 那如果他們即便發放的時候 請問他們適用的鼓勵的級數 是不是一下就跳得很高 他們可能累積十年未發放鼓勵 結果必須在短時間內發放掉 他們個人的所得稅的級距就非常大 那這個部分就是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所得稅的過度期間 其實只有一年一次 這個如果是在這種狀況下 為了勉強符合你們所稱的過度期間 今年發放之後 結果將是這個股東的權益大量受損 那如果說剛剛我也聽到委員講說 如果說他們是一個家族公司 他們大可採取策略就說 我就全部保留在公司裡面就好了 我也不發放 所以部長希望這一兆四千億的未發放引擬 能夠成為發放後 在個人的所得稅裡面去實現政府的稅收 可能還是達不到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點 是我們產業界的一個想法 那也請各位先禁止教 謝謝 好 謝謝簡歷師的花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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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